所以當美國的小布希總統上臺以後 美國就宣佈退出了這個京都議定書的整個運作 讓整個我們在運作這個拯救人類的未來 這個永續的發展這個上面 練領了一個很坎坷的運作方式 那到目前以我們台灣來說 我們也知道他生活在都會裡面的人 我們已經完全了解或是完全融入到 到這個自然的都會運作方式 但是我們跟自然是越來越脫離 那這樣的問題現在目前在我們台中市 在同國發展的情況下也產生了很多的迫遺症 那我們今天的研討會 TN2.5的研討會 就是在這個都會 我們在人類的工業發展下 把我們釋放出來的 我們現在的五種細有的顆粒 就造成我們人類的健康的一個問題 那這裡面造成最大問題 就是今天我們所知道有的這個難勝 也是會癌的這個行程 那我們今天的研討會也在紀念 我的求一任何市長中定茂教授 還有這個靈抗也會現好的過程 那現在目前這個我們可以當作 是我們台灣環境一個指標的 一個PM2.5跟它引起的問題 這是我們今天會的主題 那我們過去台灣生態學會 從陳玉宮創立這個學會以後 經過我們中定茂 再到我的學會 我們這個學會一直就秉持了 從基礎的生態研究 到一個環境的教育推廣 到環境運動 這樣的一貫的一個運作 那在過去呢 成文整個社會的一個 整個支持跟運作 我們講我們台灣的 我們現在學會 能夠有一些成果 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以我的專長來說 我是比較偏向在植物生態 或是自然生態的這個領域 那有關也在人類的世界 跟人類的運作 這個是我一段不熟悉的 但是我們也知道 所以在目前我們生活 在都會裡面 越來越多了解 這個自然的運作情況下 我們經常所做的 都會跟這個自然文略 到最後 都會反骨到我們人的身上來 那我們今天 我們應該生態學會 出了一本一季看 叫做生態台灣 我們這一期 第三十七期 我們手上所有 我們封印照片 這個照片呢 這是我們生態學會的 長期生態研究中心 最近在河灣山 所進入到的一個 整個變化現象 在台灣 大概海拔3100公尺左右 是標誌的一個 一個台灣東天 會不會積雪的一個分界線 那我們大概最熟悉的地方 就是河灣山 河灣山在以前 積雪非常的多 因為我們現在 有一個叫做水性中心 就是說 當時的政府 還打算緩攻大陸的時候 都知道 到了大陸 因為什麼 碟方或中間 都會下去 如果我們的佛軍 沒有這個水域的經驗 那根本就沒辦法去作戰 所以就輪流 要軍隊 在冬天的時候 到河灣山 去進行 叫做水訓 所以他們留了水訓中心 在河灣山 也是設立的 滑水的訓練中心 但是 隨著我們學血流變遷 這個水流越來越少 那進漢部潛艦館 整個全部都會起掉 那我們在這邊 發進那個 臺灣鐵山 它的塑形 這個漁產型 漁產型的塑形 是沒有辦法承接 雪的大 這個壓力 它在海拔3100公尺左右的地方 就是標誌的 這個臺灣積水線的 這個區域 那臺灣過去的這個區域 就是鐵山 就是生產到這裡 再上去呢 就生產把 接塔級的 溫帶跟寒帶的地方 在下水的情況下 它可以暖 水不會那麼多 會把下水或暖 會滑走 就把這種接塔級的塑形 那正好在3100公尺 就是 冷山林 上面有這樣子的冷山林 這樣就是冷山林的冰界 那我們現在目前發現的 要破證這樣的這一棵呢 大概海拔 就在古里的地方 海拔3270公尺 這樣一個區域 那不僅這一棵而已 在整個區域裡面 我們就發現 有非常多 這個什麼 這個頂山的小娘 已經把角數 已經都增長到這個 這個頂山林的這個區域裡面去了 那假如說 在整個一個環境的變動中 我們這個變遷在台灣的市民 那這個從自然裡面 我們反映到了 到我們的社會裡面 我們希望說 透過今天的檢討會呢 能夠把這個 我們人類的社會裡面的 BM2.5的這個污染問題 能夠對我們人類的健康問題 到它對整個自然的影響 在未來能夠做一些聯繫 那我們也順便來 帶這個機會呢 剛好來紀念 我們這個環境論文 很好後來是由中經茂教授 所發起的 今年是第六件 那我們也順便 來紀念它 那這麼 他在生病的時間 他除了他的專業環境問題外 他製作了非常多的 整個曲目 那我們議員會好 就不要來演唱 做到他的製作的曲目 非常欣賞大家的參與 謝謝大家 接下來我們邀請中西福倫社社長 由再發社長為我們支持 請掌聲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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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